作为新时代的上进青年 有点私房钱很正常吧 用私房钱买个房也很正常吧 当然被发现也很正常嘛 你听我狡辩 呸你听我解释啊 这行子我没想瞒着你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你知道吗 OK我知道你不信啊 我有证据 你看这电竞房 粉色墙壁 看出没 如果是我自己玩 我一大老爷们 我可能有粉色的吗 我说你最喜欢粉色的 你再看主屋 你就看这个 两米乘两米二的大床 我自己睡 我会睡这么大的床吗 还有这梳妆台 跟这一堆衣柜啊 你说我用的账吗 就我那些衣服你知道的 这一个柜子都放过 还有这个窗户 你看它能全打开 这多适合在这喝茶呀 那肯定就是为了常住做准备嘛 那你说我可能自己在这常住 而不搭上你吗 可能 好像有道理啊 不你这么想啊 咱还有咋的吗 我就算不带你 我可能不带咋吧 不带她的可能性 比不带我还大